第七个,星红之球。几个月前,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对夫妇在公路旅行中记录下了一个奇怪的红色球体。 这个不明物体的外部红色很深,内部似乎呈现一个长方体构造。 起先,这可能会让人联想到落日,但之后球体的变化让人震惊。 我们住在红色里面吗? 为什么在哪里面? 我们在红色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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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红色里面。 它的左下部分逐渐开始消失,像是一块被蚕食的饼干。 最后,它几乎消失殆尽了。 所以、其实我们在红色里面准备,我们在红色里面准备。 atom解 TW пар子里面准备玩 collective的一个决定没有。 注意开始拍摄时 球体的中间还有一些黑色的结构 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那么你对这次目击事件有何感想 一个人类现今智慧无法理解的高等文明传体 我们可以联想到塞尔维亚的UFO 或许会有某些共通之处 还是说是某些特殊环境 使落日看起来不祥和令人毛骨悚然 第六个下水管道 这些可怕的遭遇 发生在这个叫以塞亚哈利斯的家伙身上 他和他的表弟在徒步休息的帐篷附近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响动 出于谨慎和好奇心 他们出去调查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存在 正在悄悄等待他们的到来 Movement宽优记 dude please don't go down there Oh my gosh Dude hold on let me go first let me go first 全程发出噪音的罪魁祸首 一个类人生物 虽然面部畸形无法分辨具体五官 从身体特征来说极有可能是个女性 第五个 惊魂之创 这段神秘的录像显示了某人的餐厅或者客厅的位置 有一个看到外面的窗户 窗外漆黑一片意味着这可能发生在半夜 一个可怕的生物突然出现 长长且畸形的脖子让他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正常人 第四个 神秘石头 弩虎喊巴是TikTok上一位奇珍意识和硬币收藏家 不过视频的观看人数都不多 但2023年8月14日这天 他突然上传了一个视频 说自己找到了一块神奇的石头 第四个 behave 得一块神奇的素肴 其实看起来也有点画从八字里 那 Torah 是个人 member数 petite 很多 fate 对 在视频 都能 Вид 像龟有! 一个人 素肴 褐色石头居然在地面上自行移动 然而当男人拿起它时 光秃秃的石头表面没有任何异常 它在水中发出的红绿光也让人非常疑惑 评论区更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最受欢迎的评论说它是一块海洋皇家石 一种非常稀有和昂贵的石头 但一些人谷歌搜索之后 却发现没有这种类型的石头 那么问题来了 它到底是不是石头 第三个仓库仪式 智利一家装饰店的老板阿德里安提交了这段录像 那天傍晚他录制视频 跟妻子报信说自己整理完仓库就准备回去 然而等他回家时 他妻子告诉他录像中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是因为我还没带到这段录像中有一个地方 一开始 纸箱的右边似乎有一个明亮的东西 但当镜头旋转一点时 那个东西却不见了 阿德里安描述说 当时除了它 没有其他人在仓库里 而它也没有养猫或者狗 它无法解释那是什么东西在发光 第二个巴罗沙幽灵 接下来的案例来自YouTube用户马修鲍尔 它的主页只有两个视频 录像来自16年前 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到雅各布斯西的葡萄酒列车上 马修说自己看到了幽灵 一个白色的半透名身影形 走在铁轨上 从身形轮廓来说 它可能是个穿着婚纱的新娘 遗憾的是视频本身没有太多内容 只有八秒钟 虽然一些用户认为 这可能是列车内人员走动 在车窗上的倒影 但另一些人 却指出了该地区的历史 这里过去曾发生过火车脱轨 并且有很多鬼魂目击事件 第一个 山顶上的女人 就这几天 一段来自墨西哥 奇瓦瓦州蒙塔尼亚公园的 巨大螳螂女人视频 开始在网络上病毒式的传播 一些用户看完后 表示被吓坏了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的右腿 在那一刻看起来像是被折断了 而且非常的长 对图像进行处理 这个突出的结构是什么 当然 这并不是说 这个女人一定具有非人类属性 只是她在镜头中的身体 确实显得很不自然